你有沒有發覺香港人很奇怪 有存在的時候就不理你 一聽到有什麼風吹草動話 拆了什麼 就很多人來朝聖 我們這裡這麼有趣的地方 讓人知道有些香港真的有這樣的地方存在 為何你會看在自己身上 當你有全世界在身上 位於灣仔分域碼頭 有一座三層高的藍白色建築物 外表殘殘舊舊不太起眼 就算你住在香港這麼多年 都未必知道有這個地方 見到都未必會走進去 這裡曾經有全香港唯一一間 唯一一間賣啤酒和啤茶的麥當當 究竟什麼人那麼識誇呢 其實這座是海軍商場 是專門接代來香港的外籍海軍的 商場裡面的裝修舊到 好像還停留在八九十年代 但原來這裡曾經都很旺 以前一年有幾十隻船來香港 全盛時期每年接代幾萬個海軍 當中以美軍為主 讓他們一來到香港就有個地方休息一休息 而這個商場多年來都是由 非牟利機構軍人輔導會管理的 所以服務員團隊提供了他們 一個安全的地方 讓他們可以坐在一起 他們可以拿出髮型 買一些伴奏給家庭 吃一個美食 或坐在一起休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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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是專門為海軍而設的地方 我認為這是很瘋狂的 它是很瘋狂的 在世界上 有一個組織 說多一點蜂蜜碼頭和海軍商場的歷史 蜂蜜碼頭原本在十九世紀末 位於莊士敦道的一個私人碼頭 後來因為灣仔填海工程 在1953年搬到告示打道 附近設有水兵俱樂部 是為了來到香港的外國海軍 提供餐飲、娛樂、購物等等的服務 它這麼多年來搬過好幾次 現存的這座海軍商場就是在1993年落成 商場裡面設有餐廳、發營屋、手信店、書店等等 商場一直以來以會員制營運 保安都挺嚴謹的 不過近年已經放寬了 普通市民只要在門口填小小的個人資料 都可以成為會員進去逛逛 商場一直是由政府收取象徵式1元的租金 以短期租約形式出租 1997年開始就由每5年續約一次 改為每90天續約一次 2016年軍人輔導會獲得成規會的批准重建 但在2019年尾突然接到政府的通知 將會不再續租 要收回達地了 成為港灣消防局的新地址 現有的商戶要在2021年尾全部簽出 本來是31月1月1日 但政府也讓我們延續 通知新地址 讓市民有機會 有更多的商業 軍人輔導會的香港人成員不算多 Judy是其中一位見證著海軍和商場多年來的變遷 其實每次都有幾隻船來 你想想一隻船裡最少有1000人 再大一點的船例如航空母艦 就更多了 可能是幾千人 船來香港主要因為要做補給 經香港一個教會六幾年 還有很多母屋區 他們會把東西拿去母屋區分發給居民 不停下載了居民 買東西都是幫助香港經濟 大部分最初是美國海軍多 他們來香港主要就是 我們叫做R&R 就是Rest and Recreation 船來香港其實都不能進港口 都會泊在港外 船到了 他們會在船上辦入境手續 之後就在船上坐 你聽過一件事叫WalaWala 即是駁船 他們在戰艦那裏 就把那些人載過來 載到這裏 一個人是碼頭的 他們留在船上 他們想去街上 就下來 經這裏出去 他們都要回去 每晚都要回去 他們不會住酒店 我們這裏都有很多不同的服務 那時候 因為未有手提電話 亦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他們一落船 就很想打電話回家 於是我們跟Cable & Wireless 叫他們設置一些電話 然後他們便可以來 便可以打牆 電話回家 我們另外一個地方 就正是讓他們用 這個地方是一個 好像遊戲房 還有他們可以在那裏放鬆一下 裏面有些不同的遊戲機 踢足球的機 很古老的 現在不知道去哪裏了 樓上其實以前也有些 賣體育用品的東西 也有買音響 也有很多他們買了會寄回去 其實這裏買的東西 好像赤柱 或是 Daddy Market 最受歡迎 就是那些 賣中國瓷器的店 怎樣 很多時來到香港 一定他們會買珠瑞 寄回家給別人 因為便宜 在那邊 就有Post Office Post Office 就是U.S. Post 那些水兵買了東西之後 可以直接在Post Office 寄回家 所以是比較方便 另外最喜歡就是 那個Book Store 因為Book Store 我們有好更新的雜誌 什麼雜誌都有 兒童不兒的我們都有 最重要是去飛法 我的飛法店 其實很傳統 我想香港沒有多少間 還有那些上海式的飛法椅子 那些真的是古董 所以他們需要的服務 這裡也有了 既然有船來到 我們這些服務 就會一直繼續走 我們會準備點心 例如曲奇餅 我們免費給他們 那些水 在這裡派 軍人輔導會 每年還會製造一本旅遊指南 讓海軍跟著來游香港 很貼心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是一個香港的攝影師 全國亞洲都沒有一個機構 是做這件事的 幫助水兵這件事 代表了香港 去接待這些來香港的 宣傳香港 所以我們叫Servant's Guide 的理由就是 最重要是給他們一些指導 說了那麼久 不如帶大家走回個圈 這就是他們進入 他們進入 他們進入 通過這個門 現在我們會走到 去看看 他們進入 海外 我們有一個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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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我們不完全不知道誰設計或是誰設計 這裏是1993年的建築 現在有很多東西賣 這間一直都在這裡 一直都是賣這些手飾的東西 雖然你看到它好像殘殘舊舊一樣 其實我們已經計劃了裝修 但我們就變成遙遙無奇 因為它經常都不說 你何時賣給我們 又不賣 每三個月四個月 每四個月換一次租約 我們很不穩定 等一筆錢進去裝修之後 就想收回房子 現在這樣收回房子 我們就下了含水海 我們以前都希望可以 你收回這裏不要緊 你給我們那塊地 我建過一間 我們都儲夠錢 可以建一間小小的地 它又給不到地給我們 海軍商場的全盛時期 大約有30間店 當中最出名的當然是麥當當 是全香港唯一一間 賣啤酒和pizza的分店 還對著海景很棒 不過在2004年已經結業了 現在還保留著部分桌椅 給大家懷免一下 另外還有一間很出名的書店 專門賣美國雜誌 不過也在九年前已經關門大吉了 我們就找到一位前書店的員工 跟大家說一下 我1995年12月15日進來 當時那個年代還是很流行用VHS錄影帶 還有這件事存在 還有賣美國版的CD 一進來就做這些 供應商很好人 給了很多資料 我慢慢研究慢慢看 那間書店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書店周界也是 書店獨孤一件事 就是美國版的雜誌 就沒有其他版的 其實很沉悶的 除了海軍 還有很多香港人 懂得洞路來光顧 因為這裡買東西的價錢便宜很多 每個星期一定要來 長期捧場客 因為他知道我每個星期 都有一個儲物 還要知道我們什麼時候來 知道我們每個星期幾來 下午就打電話來 到了貨店沒有 那樣東西到了沒有 到了嗎 好 我立刻來 真的他們是這麼捧場的 如果我們是賣三十 鬆一點的雜誌 一本 外面可能是一個雜誌 價錢這裡是便宜 但是有時候 我們也不夠外面快 到了我們來到的時候 可能已經遲了五六天 如果我不是要追捧一些 最新消息 只不過是休閒 甚至乎肉酸一點說一句 洗手間雜誌 都會等我們到貨到先 但是有機會我們會脫棋 或者收拾貨那個 忘記收拾進去 我們都試過 那時候又有船來 又有本地客 我們根本上連個位都不能離開 因為繼續收錢 我想是我們那個年代 個個都是輸從 到現在都 有個客人看到 都會說 這個書店何時開 到現在都有人還問這件事 這間裁縫店 一樣很受海軍歡迎 當年排了長龍做西裝 我們開了 不是1994年 這一座開的時候 已經在這裡 最望就是1997年 1996年 每個人都想來香港 他們喜歡香港 我們是沒有停手的 四天可以轉換一套西裝 加賣給他 很多香港 以前的高官 全部都在這裡賣東西 很多 有些來做Balling School西裝 現在都是大狀 最靜的這兩年COVID 真是很靜的 因為外國的Mail Order 又沒有 香港又沒有人敢出來 我沒有死過5死 SARS也沒有5歲 是呀 很頭痛的搬舖 所以現在大便賣 很多人做衣服 海軍來到香港 落地通常 不要說那麼多 飛過漂亮 這間很舊式的髮型屋 是不是很有味道呢 十個客人之中 有六個是外國人客人 都沒有怎樣驚 又問問他 飛高飛低 什麼長短 偷不偷薄 那些很簡單的 我們都可以問他 可以的 其他聊聊天 這樣就很難些 我們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領事館的領事 印度 土耳其 以色列 都來的 主要就是美國 美國領事館的領事 還有那些兵仔 都來的 曾蔭拳 現在也是 是呀 前幾天才來的 小弟 曾蔭培 以前的警務處長 都來的 以前 三軍總司令 那些老婆 都來這裡 是呀 清淨一點 他們聊天 碰到自己的伙計 就是貪一點 都這樣 這一年來 就 外國公司 都走很多 公司走 他就跟著公司走 沒有了一堆 中國人客人 有小孩子 全家都走 都走到 所以就變得 現在很靜 其實海軍 都是凡人 而已 他們跟我們去旅行 一樣 最喜歡買 當地人未必看得上眼的 紀念品 做手信 這一間 手信店 一樣都曾經 很受歡迎 以前這裡 是旺到不得了 旺到很厲害 全部都是人 以前地毯是 Hot Item 是一定買的 他們有購物櫃 大小的尺寸 他們知道 要配上顏色 是很講究的 地毯是手織的 全部都是手織的 他們後來就買這些禮品 Gift Item 拿回上船 這些木雕 這些 這些 屏風 很喜歡 這些 這些 喜歡肉 一些擺設 年輕人 喜歡這些 皮繩 織皮 這些手織 這些 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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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錢都收不及 是的 排隊在選擇 有時候 手裡有多少錢 差不多 在商場裡 每一個產品 只有一個商戶 盡量避免大家有爭拗 管理系統不錯 大家有守則要遵守 比如說 一定要很有禮貌 衣著要端裝 對客人 大部份是外國客人 所以英文都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平 西褲襲衣服 現在是稍微 一些 商場地下 以前還有一間很大的通理錦行 湯尼在這裏開了幾多年 還是在這個商場 那時候很多年前 開了好幾年 都 記不記得 但是那時候那個 我們是開了 不記得了 不過很大規模 我不知道 惡氣 應該外國會 不是呀 菲律賓那時候 選擇沒有那麼多 那時候 就是20年前 那些 不是那麼 還有現在他們 很多都是來喝酒 去玩 什麼 買東西 都不是那麼多 慢慢會改變 Lifestyle 會改變 結業之後 熱愛音樂的通理後人 John 又輾轉回來這裏 開了一間音樂實驗室 培訓年輕一代 玩音樂 這裏 以前是賣Magazine的 我太太有 那天跟我說 他們關了門 那 我住在這裏 很近的 就是在半山 走下來都很快到 那我覺得 挺好 我是退休 那我這裏 就變成了 我一個實驗室 就去研究 那些科技的東西 他們個個都 在這個商場 打滾了這麼多年 不願走 就是喜歡這裏的人情味 因為這裏的客人給我很多的回憶 還有這裏的客人 跟我在外面 在外面的店 通連這裏的裁縫店打工 由我第一次進來這裏 做 到我離開 是做了24年 我發覺 我再回來 舊客看到我 為何你會回來 這樣 覺得很驚訝 為何會回來 明明這裏的公司 沒有了 不捨得這裏的人情味 因為這裏的客人給我很多的回憶 而且這裏的客人 跟我在外面見到的客人 是完全兩回事 我們這裏的客人會做蛋糕給你吃 人情味很濃很濃 這裏的商場其實很特別 和一般商場不同的就是 我們這裏的商品 不是一個集團 做完 獨立的老闆 去思考產品來買 不是外面那些 你去一個商場 等於去十個商場 就是這樣做 西裝是可以繼續你的客人 會是一種比較興趣的貨幣 我有個老友記客 我被他激到死 經常講價 但他進來都要購買一樣東西 不會空手走 這幾年都是 做潮風也好 他要跟你找到甚麼工作 但他也會跟你做 以前我們有聖誕節 聖誕節很多人喜歡的 最厲害的是我們開過五十多位 現在沒有了 很多時候有些遊客來這裡 很多時那些船長的家人來香港 他們就會來這裡逛逛 換句話說我們其實都在在公布香港 那就是令人覺得原來我們的存在也有價值 押納了這麼多年的海軍商場 來到最後一個月 他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感受 做到90年 做了90年就算了 看過有沒有得去別的地方 如果不是的話就散蕩了 算數了 是這樣 那時候很無奈 等還是不等呢 現在一個終結 現在他告訴你這裡沒有了 現在就清貨了 清掉了就算了 你有沒有發覺香港人很奇怪的 有存在的時候就不理你 一聽到有什麼風吹草動畫 拆啊什麼呢 就很多人來朝聖 我這樣說 朝聖 朝聖不是不好 我們這裡這麼有趣的地方 讓人知道香港真的有這樣的地方存在 心情最大問題就是我做就不做了 不是說找地方 就是搞定了我自己的心情 我是不是做 是不是不做 搞定了心情 就當然很懷念這裡 但是我覺得做人是要繼續向前 發生就是發生的 因為政府要拿回這個地 現實來說香港的地這麼貴 你怎麼可以 這些房子在磅塞在灣仔裡 擠這麼久呢 是吧 其實很捨不得這棵樹 因為這棵樹已經跟了我們幾十年了 我想起碼都六七十年了 我們既然有SGA那麼久呢 就有這棵樹那麼久了 最希望將來不要拆掉它 不要斬掉它 斬掉它真的很可惜 一個字說是很無奈 已經是爭取了那麼久 盡量希望可以留得低在這裡 但是到最後了 都是一個NO字 無論我們做了任何的事情 Lobbing 都不行 結果都是要走 真是唯一是無奈 而且不捨得 地方就會失去 不過我想我們都會保留那個Service 我們會另外想辦法 保留這些Visiting海軍的服務 將來都會繼續做同樣的事情 不過可能規模就會小一點 我們不想它失去 因為始終這都是一個 香港的集體回憶 我會不會再次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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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再次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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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